某方面来说 从本系列的开始到现在 我们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 但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投入的时间非常短暂 这几个如此庞大的主题 我们分别只用了几十分钟就讲完了 现在作为这系列课程的总结 我接着想要谈论的是 忍耐到底 还有向终点线奔跑 以及在终点线的收获 所以在这最后一堂课里 我想要单纯的聚焦在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开头 经文我们都很熟了 就让我用诵读经文来开头吧 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存心忍耐 奔纳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中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 在先前的课堂上 我已经稍微谈过了 当时这些希伯来人的处境 他们被人夺去大量的财物 当中有些人大概被夺去了继承权 他们还另外失去了一些东西 就是以往的宗教仪式 以往那些色彩缤纷的圣殿仪式 那些宗教仪式在好几个世代以来 都是他们家族生活的一部分 从经文中看来 他们有些人在面临基督徒生命中的困难与患难时 开始回首往日时光 并且问道 这真的值得吗 基督徒确实会有这种经历 我遇过有些基督徒 他们牺牲奉献 但后来遇到了反对和困难 于是他们问这个问题 这真的值得吗 而希伯来书传达的伟大信息就是 无论你失去了什么 你得到的都是更好的宝藏 无论你舍弃了什么 你的收获都远远更多 因为你得到的是圣殿所预表的一切 你得到的是旧约仪式所关乎的一切 你如今认识了旧主耶稣基督 所以在这封书信的结尾 谢伯来书的作者想要提醒他们的 就是他在这整封信中一直在做的事情 他一直在敦促他们 要持续坚定地仰望主耶稣基督 要注意的是 他以关切忍耐的劝勉 作为这个部分的开头 他使用的是运动员的比喻 对不对 基督徒的人生是一场赛跑 从作者此处的用词来看 他显然要我们明白 基督徒的人生并不是短跑 基督徒的人生是马拉松 是一场路途漫长的比赛 而我们必须在赛场上长期坚持 所以当我们看到 那摆在我们前头的整个基督徒人生的路程时 有什么能鼓励我们的呢 有什么能鼓励我们持续奔跑 请看作者用了一些鼓励作为开头 他说 首先路程已经摆在我们前头了 这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 对不对啊 你不能自行编造你的基督徒人生 上帝并不是说现在你成为基督徒了 至于你的基督徒人生你要自己编一个 上帝在圣经里给了我们非常周到的指引 告诉我们何谓忍耐到底 上帝在圣经里以具体的方式鼓励我们忍耐到底 从某个意义来说 作者可能是想表达说 要记得你所奔跑的路 是上帝亲自为你计划好的路 我想你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基督徒 他们会把预定论 拣选论 以及上帝的至高主权等教义 视为一种威胁 但这些教义 对新约圣经里的基督徒而言 从来不是威胁 对新约圣经里的基督徒而言 这些教义是莫大的慰藉与鼓励 告诉他们天父知道自己正在他们的人生中 做些什么 天父已将我的人生规划好了 当我遵行他在话语中所启示的旨意时 我就能确定 他完全清楚他正在我的生命中做些什么 如果这不是实情 我想我们会陷入绝望 因为就像这些西伯来读者所遭遇的情况 有些情况确实是非常困难的 最近我有在陪伴一些人 我知道他们遭遇了一些人生困境 他们肯定感到难以承受 也无法从人的角度解释这些困境 那么安慰在哪呢 可以在哪里找到安慰呢 一部分的安慰就在于 虽然我不知道上帝这是在做什么 但这也不足为奇 毕竟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与统治者 他随时都清楚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所以西伯来书的作者就是在说 我的劝勉就是继续奔跑吧 上帝已将路程摆在你前头了 接着他又做了一些补充 他说上帝不止将路程摆在你前头了 也将目标摆在前面了 你要持续注视这趟路程的终点 这趟路程的终点是什么呢 这趟路程的终点就是得以仰望 在这趟路程中一直陪伴着我们的那一位 仰望他一切的荣耀 所以西伯来书的作者说要仰望耶稣 这对我们而言是个伟大的用词 在先前的课程中 我们有探讨过那恶者的工作 那恶者对基督徒生命所存的一大诡计 其实就是要使我们的目光从耶稣身上移开 使我们注视自己而非抬头仰望 使我们左顾右盼心理想 别人的生活过得比我好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得到的东西好像比我得更好 但是作者说你要专注仰望耶稣 因为你这么做就永远不会迷失方向 所以这是一个美好的劝勉 要我们忍耐到底 作者知道他必须劝勉我们持续忍耐 他警告我们要我们注意各样的重担 有一首诗歌的歌词写到 重担变满了整个路程 基督徒生命就是这个样子 在去年我很荣幸能够跟一位美国宇航员相处几天的时光 他是一名敬虔的基督徒男子 他告诉我说宇航员待在太空战里的时候会持续经历一种偏头痛 这类由大气引发的情况 显然就连美国太空总署至今也无法解决 老实说我从来无法想象 他那样连续在太空战里待六个月是什么样的感觉 还要持续经历那种隐隐作祟的头痛 但在听他说的时候 我心里想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跟太空战里的情况 有点类似 你必须明白你在整个基督徒人生中 肯定会一直有偏头痛的 因为在你的基督徒生命当中 既有内忧也有外患 这位宇航员跟我谈到 他在处理这种隐隐作祟的头痛时 也持续专注于他的优先任务 我们基督徒也必须学会这么做 否则我们可能会过度担忧苦难的到来 而不再仰望主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该怎么做呢 谢伯来书的作者说 我们必须意识到 我们生活中有各样的重担会拖累我们 所以他仿佛是将我们比你为即将上场的运动员 他说我们首先该做什么呢 运动员上场前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他们会脱去训练用的运动服 你能够想象有人在出席奥运比赛 或美国代表队选拔赛的时候 这个身上穿着冬天的大衣吗 想象有人从密西根过来 戴着大帽子 围着围巾 穿着厚重的靴子 别人问他来这里做什么 他说我要参加100米短跑 或说我要参加马拉松 要知道你是不可能穿成那样来参加马拉松的 老实说我不确定作者在这里提到的 究竟是什么样的罪恶 但我认为他指出的这个事实 对于丰衣足使的我们来说肯定是非常要紧的 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可能成为重担 阻碍我们专注 也阻碍我们奔跑 我们必须学会的事情之一 就是区分哪些事物对于我们荣耀基督的目标而言 是真正必要的 以及哪一些是完全次样的可悲的事 我们有时候会把这两者搞混 所以作者说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但他接着又非常具体的说 要脱去容易离类我们的罪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不是吗 如果我们要在生活中严肃地看待主 我们就必须要严肃地看待我们的罪 不是随意处理 而是明白犯罪就是在得罪主 罪是我们生命中的乌痕 所以要活出新约圣经所说的敬畏主 我们就要避免做出或成为任何不讨主喜悦的事情或模样 否则就会让主在基督里对我们的微笑变成皱眉 因为我们不讨他喜悦 所以作者真的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必须进行某种自我省察 因为如果我们不让恩典对我们动工 我们就无法在恩典中成长 还记不记得保罗是怎么跟提多说的 他说上帝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 教训我们除去世俗的情欲 保罗这是在说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我们绝不能说没事的上帝满有恩典 因为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恩典 是为了要处理罪 而不是让我们容忍罪 如果我们容忍罪 就绝对无法在这场马拉松当中 存心忍耐 我们会落后 最终我们会跌出这趟路程之外 别忘了作者接下来说的话 上帝在这一切当中最在意的是什么 就是要我们向他 要我们圣洁 所以这里的第一个重点 就是存心忍耐的劝勉 第二个重点就是这个关于重大案的警告 至于第三个重点 则是聚焦于对我们的鼓励 在基督徒路程中什么事情会鼓励我们 作者提到了三件事 第一件就是围绕着我们的见证人 他们完成了这趟路程 这是一幅令人惊奇的画面 对吧 希伯来书作者 把他在第十一章所提到的 那些关于信心英雄们的所有内容 总结成如此简短的 一句话 他一路从旧约圣经的开头讲起 陆续提到了这些伟大的信心英雄 他也强调说 他们都是凭信心而活的 他们盼望着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将来的应许 他也说 如今那应许已然到来 就当持续奔跑 也要想想那些如同云彩围着我们的许多见证人 想象他们正看着你 想象他们为你打气 思想他们的生活榜样 并让他们做你的鼓励 还记得吗 在这一系列课程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探讨了归属于教会的重要性 而这就是归属于教会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 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说明了如果你有得选的话 就应当选择归属于一间有年长信徒的教会 那些长辈跑过了这趟路程 毕竟教会生活里的其中一件美事 就是年轻信徒能够看到年长信徒在晚年活出的基督徒生命 从来没经历苦难的人 能够在教会里看到上帝凭着他的恩典 借由年长圣徒的苦难培养出了什么样的生命 我在格拉斯哥曾经服侍过一间教会 教会里有一段年长的女士 她们彼此是姊妹 两人的丈夫都过世了 所以她们住在一起 她们甚至过起了像童年时期一样的生活 也睡在同一张床上 她们告诉我 她们经常唱诗 每个晚上睡前 她们都会唱你真伟大和我们聚集生命河边 在去世之前好好把握时光 其中一位女士 她的背部有个非常严重且导致衰弱的毛病 使她的背几乎弯成了两截 她时不时必须去接受一些相当令人不舒服的注射 当她跟你说话的时候 她只能用这个样子说话呀 但是她的生命充满了何等的甘甜 能够拜访她实在是莫大的殊荣 我以她牧师的身份拜访她 她也像牧师一样的接待我 每当离开他们家的时候 我常常在心里想 她的生命因与基督的联合而变得甜美 也因着恩典而变得甘甜 能够被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 实在是一大殊荣 她们不止存在圣经里 在上帝安排下 她们也存在我们的基督徒生命中 我也想到了那个教会里另一位年长的女士 那个教会的会众当中 有老有少有富人也有穷人 教育程度也各不相同 我想到的这位年长女士呢 大概在13或14岁的时候就辍学了 而我有一个儿子 是一位外科医生 这位女士通常不会跟外科医生这种人有所来往 或者说外科医生通常不会跟她有所来往 在她看来 她跟医生各自属于不同的社会阶级 某个周末 我的这个儿子从伦敦回家 我在傍晚的崇拜结束时 看到她正坐在后排跟这位年长的女士说话 在下一个周日的傍晚 我再次看到这位女士坐在后排 于是我跟她说 上周日的时候 我有看到你在跟我的那个儿子谈话 她说 这实在令我感到很荣幸啊 她居然会来跟我说话 她真是谦卑 愿意来跟我说话 于是我坐下 对她说 亲爱的姐妹 你有所不知啊 其实她只不过是稍微回报了你一点而已 在她还小的时候 你对她的生命带来了许多益处 以前每逢傍晚的崇拜结束时 她总是在教会里跑来跑去 那时你总会问候她说 你过得如何 你过得好吗 对我来说 现在的父母 所必须一再学习的重要课题之一 大概就是 父母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而抚养子女时 所需要的一切恩典 上帝并不只赐给父母而已 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抚养儿女 需要的是一整个教会 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教会是如此令人惊奇的一个现实 上礼拜我发现 我不由自主地对我太太说了一句话 我说 我真的是很爱教会 我忍不住这样的爱教会 当然 这是圣灵为我们做的事情 圣灵以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我们 单纯从我个人的见解来说 要不是教会的鼓励 我想 我绝不可能进入到福音事工之中 若不是基督徒伙伴的鼓励 我不可能在福音事工中持之以恒 也绝不可能在差劲的讲道之后 重新振作起来 摆脱那种因为无言 面对会众 而希望天塌下来的感受 若不是这些云彩般的见证人 鼓励我 继续向前 我认为 我不可能生存下来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除此之外呢 还有别的事情更加重要 重要的不只是那些在身边鼓励着我们的人 还有走在我们前头的耶稣基督 他已经跑完了整个路程了 请看作者在第二节如何提到耶稣 应当仰望耶稣 然后作者用很有意思的一句话 将耶稣描述为 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创始一词的原文 是非常难翻译的 在其他的一本里有的这样翻译 为我们救恩统帅的耶稣 也有的翻 为我们信心开创与完成的耶稣 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说 耶稣就是跑完这趟路程的第一人 正因为他已经跑完了 所以他开辟了这条让其他人得以跟随的路 我有时候会这样想象 有一群突击队员正在穿越丛林 他们披荆斩棘 在丛林中间开了一条路 他们有任务在身 这个任务有时间限制 必须在现实之前完成 他们遇到了一个深谷 刚好他们的指挥官是一位奥运跳远冠军 他说把绳子拿给我 他退了几步 在向前奔跑 一跃而过 到了深谷的另一边 他们搭起了绳桥 于是指挥官的手下都能跟上前去了 在实现内完成了任务 从某方面来说 这个画面 所要表达的就是 主耶稣自从在童真女玛利亚的腹中 做胎儿的时候 就一直在由我们的罪所构成的 丛林中披荆斩棘 为我们开路 因此 他是我们救恩的统帅 他带领我们去的任何地方 他都已经亲身走过了 这无疑是最大的鼓励 尤其是在我们面临困难 试炼 敌对与患难的时候 因为我们能够转向主耶稣 对他说两件事 主耶稣 现在我开始明白 你为我的缘故经历了多少患难 我更加爱你了 主耶稣 这条路你已经走过了 所以你一定能继续带领我走完全程 当然了 还有第三个鼓励 见证人围绕我们 基督走在我们前面 不止如此 基督也在等候我们 基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 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不晓得各位还记不记得 在约翰福音第十五和十七章中 耶稣对他的天赋说 父我为我的门徒来向你祷告 因为我对他们说过的一切 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他们心里 并叫他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而这就是基督徒生命最终的伟大目标 不只是跟随耶稣 更是与耶稣在一起 不只是信靠耶稣 最终更是见到耶稣 并且永远以耶稣为满足 所以被呼召走上这条路 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在奔走这趟路程的时候 我们也会得到支持 到了最后完成这趟路程 能带给我们喜乐 因为到时我们将能够与耶稣基督面对面 并且获得一切的喜乐 感谢观看